有观影计划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 最关注的可能就是末路狂花钱 假宾 然后呢还有像小沈阳这些很多喜剧演员一块的出演 比较荷家欢的这样一个主题 我可能会去看哈尔迪的春宝 毕竟也是龚军导演的一个很经典的片子 临近五一再期 多部五一档新片也以叙事待发 记者在北京一家影院看到 新片宣传物料在售票大厅随处可见 还特地为预售火热的影片设置了互动打卡区 影院已经开始在上一周就开启了这个预售活动 由王一博呀 黄景瑜主演的维和防暴队 现在是预售情况遥遥领先 间谍国家家这是深受大学生活用的场次典应活动 所有的场次全是爆满 在年轻人里边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影片 我们影院在各个区域都做了一些打卡 有很多他的一些人物形象进行来拍照合影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共有十部新片上映 截至4月23号晚 2024年五一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突破4000万 其中维和防暴队 间谍国家家代号白 哈尔的移动城堡 暂列前三位 整体影片供给在类型上非常丰富 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其中维和防暴队的25岁以上 想看占比更为突出 间谍国家家代号白 则是24岁以下的想看占比更高 而港片《九龙城奈之围城》 是受年长男性的观众的喜爱 近年来 悬疑犯的类型片的年票房产值 呈现了上升势头 由杨幂于谦主演的悬疑喜剧 没有一顿火锅绝的不了事 在女性专门上非常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多人结伴观影需求上升 同时以年轻观众为主的二期人群体 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的新生力量 业内分析师表示 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 今年五一档的动画片 或能成为票房黑马 以年轻观众为主的二期人群体 逐渐成为了电影市场的新生力量 今年五一档就有两部日本动画片 目前预售排名在前三名 另外亲自动画 朱朱霞大电影星际行动 往年的票房表现非常稳定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 今年的五一档的动画片 能够大放异彩 成为票房黑马 同时也带动年轻观众 加速走进电影院 为中国电影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 贡献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